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江南水质中的清盈 只有江南人自己才能体味 将浅锅中的豆浆煮开 再用小火慢煮 表面凝结出一层薄膜 用长竹块轻轻挑出 这就是豆腐衣 想要挑出薄 匀 透 韧的豆腐衣 关键在于一瞬间的拿捏 看似简单 但需要物性和经验 朱殿村过去家家挑豆腐衣 而现在只有毛邪骏夫妇仍在坚持 夫妻何地 才能做出上好的豆腐衣 这是村里的传统 将刚挑出的豆腐衣晾 让水分自然收干 浓缩了豆浆的精华 让豆腐衣成为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最高的豆制品 和村里人一样 毛邪骏也向往过外面的世界 出去闯吧 就是一个经济方面有机会赚到的 根本我上海办个豆腐衣厂了 房子看都看好了 他说这个要发展 他说豆腐衣我们的是根 他一定要去办这个厂 那个房子那个扁业那个是 因为我是这么想去办法要说服他 男人总会有的事情要闯一闯 说了也要道理 那么后来就支持他 在异乡 毛邪骏夫妇过得并不如意 他怎么也挑不出家乡的味道 他怀疑起了自己最初的决定 保证不了产量和质量 生意一落千丈 三十多万元的投入打了水漂 毛邪骏险陷入绝境 回家是他唯一的选择 回到义乌珠殿村 毛邪骏险发现 年轻人已经难觅踪影 以后全都能下去吧 也不知道 所以说我现在只有一个 有这个毅力的坚持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 以前说起来就是一张皮 就代表我们这个村庄的 在妻子的鼓励下 毛邪骏险重新拿起竹筷 当他再次从锅中挑出腐衣时 久违的味道又回来了 他明白了 家乡的山泉水赋予了豆腐衣 独有的质地和美味 他要把家乡的美味 重新带回上海 重新带回上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食物已不再是寻求果腹和表层的美味 在讲究自然 健康 有机 慢食乐活的时代 素食 这种古老的饮食智慧 更显得质朴和亲切 一些人开始选择这种饮食方式 素食 在大城市流行开来 毛邪骏的订单也多了起来 他知道 今天的成就缺不了妻子的陪伴 在豆腐衣场的旁边 毛邪骏开启了农家乐 他希望更多的城市人来了解他的家乡 一尝自己亲手挑制的豆腐衣 我说一下 那个冷菜 就是一个素鸭我们自己的本特色 一定要做成 因为老男人都喜欢的 还有一个 检数高 条件具备毛邪骏终于可以做一件 它已经想了很久的事 每年重阳节 请村里每一位老人吃饭 在毛邪俊看来 这与生意无关 他们一说嘛 说从来没吃到过这么 美味的饭菜 那我就跟他们说了 只有我有能力 就会一直放下去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 饮水还要四元 人不能忘了本 不能忘了根 你一直和我们说 百善要笑我一些 所以他说你的子女 都在看着你 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 对待你的长辈 也都慢慢地会 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 毛邪俊说 年轻时在村里做收购 老人们从没断过 豆腐衣的供应 即使在他经济最窘迫的时候 这份恩情 他绝不会忘记 他绝不会忘记 为他绝不会忘记 这份恩情